第五十五集 同駐車架 神算子拿出的黃符紙輕輕一縫 然後就輕飄飄地慢慢飄到水面 當它剛剛碰到水面 一聲就射出一點點金燦燦的光芒 這些光芒整片流水般在河面上散開了 緊接著我就看到這輩子從來都沒有見過的一幕奇觀 此見光芒籠罩著水域 那些水流好像停滯了一樣 望上去就好像一片潭中秋水水不動 只不過水面是輕輕泛著一圈一圈的漣漪 神算子得赤地望了我眼 這個是真河府 可以保持兩刻的時間水流不動的 老弟快點下水把黃金你捉上來 他這次手法真是令我刮目傷看 原來這隻老爺不是會吹水那麼簡單的 真是有點料到 我一望到小船四周圍河水暫時流動了 精神也都為之一陣 儘管潛入河中有危險 但水流靜止危險少了很多 我稍微一收拾 拿條繩綁在腰上面 深深吸一口氣 而神算子就在船上拿著條繩 到時我下水之後 他還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當我吸足氣之後 準備翻身下水的時候 平靜的水面 噗噗噗噗噗噗噗 飆了一串水泡出來 而這串水泡飆出來之後 整個河面 好像煮滾了的水一樣 那些碗口這麼大的氣泡 接二連三浮出來 一股股泥沙 在微微浮動的水中 起起伏伏 我在河邊長大 對這番景象其實就不是很陌生 其實只要望一眼 就知道是何得有什麼要浮上來 否則的話 是不會有那麼多泥沙突然翻滾起來 喂 何得有東西浮出來 是不是黃金來 自己浮出來 今天還節省功夫 你瞪一瞪眼看看 我皺紫唐眉 順手就解了腰上的繩 那些水面上翻滾的氣泡很多 什麼什麼一大片 如果是黃金你浮上來 怎麼有可能這麼大動靜才可以 噘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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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噘 tiếp 一股巨大的水花猛eur飢出來 噘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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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k Parker 附近的河水到嘉诊为止 还是静止不动的 小船被揭翻之后 我和神算子总算没有被冲走 只见到 噗噗噗声露出的巨大水花当中 有一块黑黑黑的影 这块影刚出来的时候 我看到一大片淤泥河沙 而等淤泥河沙全部被水冲走之后 这块影露出了真面目 喂喂喂 是什么来的 好像是 神算子现在整个人浸在水里面 死死换着还没沉在底的船仔 醉精灰神望了一阵 跟着又说 它不是一部马车 那如果神算子不说 我真的分不清楚到底是什么 这样东西好像是一部没有马车架 喂车架 好古老的东西来的了 而且大半是铜柱做的 还有小小的木头 这个车架在水里面不知道浸出多久 那些铜柱的地方呢 还有那些一块一块一块铜瘦 我的头皮又是悲了 虽然这一部是烂烂的车架 但我个脑没有被河水浸猛的嘛 喂 铜柱成的车架啊 入水就沉底的了嘛 如果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原因 是绝对不可能无端百事浮上来的 神算子就说 嘿快看一下啦 看看是否黄金里啦 我马上回过神 但是心中就不多踏实 这个铜柱的车架浮出水面一本 周围的河水围着车架慢慢打转 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看到了混在河水之中 有一点金颤颤的光芒闪过 那个是一条鱼 一条大概赤领长的鲤鱼 只见这条鲤鱼 与大河当中的普通鲤鱼 没什么太大区别 只不过呢 云身上下好像黄金那样 在月光射底下 散发着点点金光 黄金里呀 神钻子对眼 虽然和绿豆差不多大 不过很小的 一眼就看到了 随着水波闪出的黄金里 他大喊了声之后 想扑过去啦 只不过 他水性实在太差了 双手一松开 整个人就往水里面 不断沉下去 喂喂喂 你想死呀 我拼命拦住他啦 只见 水中那条黄金里 好像温温顿顿 我就怀疑 是不是被那部 同车架卷上来的时候 搅匀了啦 黄金里现在 就在车架附近 轻轻飘动 我就咬咬咬 虽然觉得这个车架 不是很对路 但是还是很想 快点捉住那条黄金里 我心吸一口气 从船仔的旁边 用力游过去 我游得很快 一转眼到了 黄金里的眼前 我伸出手 用力去捉它 当还欠三尺远 就可以握住它那时候 那部同车的车架 突然往下沉 马上 车架周围 化成了一个巨大的船窝 我走都走不及 一下子 捲了进去 我挣扎着想要走出船窝 但我还未走得出去 神船子一卷卖进来 我们两个人一起 在船窝当中 起势这么想走 但是结果 谁都走不掉 随着车架沉了下去 我说了 比神船子水性好很多 虽然走不掉 但是趁着这个机会 还有眼鸣手快的样 将那条黄金里兜了起身 沉入水中的时候 我就很心慌 而等到整个人 被船窝卷入 眼前竟然出现了 一个难以预料的情景 就是那个同车的车架 被一个很大的气泡包裹着 在水中慢慢起伏 水底下原本就没有光 但是车架竟然散发着 幽幽的金光 一扭一扭的金光 偷着口口的铜修 令那片水域 瑶异不定 我和神船子 直接就被包裹在车架之中 怎么挣扎都挣扎不出 幸好 两个人都身处在巨大的气泡里边 还没至于被焗死 不过这样蹦下去 谁都不知道有什么后果 我就想着 如何脱困 而旁边的神船子 既然一直盯着我身上的黄金蜜 他终于忍不住 拍拍我 和我洗了眼色 我马上骂了 喂 你是不是作死啊 现在这样的情况 我又能跑掉吗 神船子被我喝了两句 都老实了一点 马上把目光转移了 但我之前没见过这样的事 一时之间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抬头往上面望了望了 只见车架沉到了 距离河面大概两丈深的水下边 如果这个时候可以争脱出去的话 我肯定可以浮上去的 正当我想着脱身之计 神船子又拍拍我 我马上放开他 喂 玩完了吗 等我们走出去再睡 现在命仔保不住了 神船子马上摆手了 不是啊不是啊 而这个时候 我突然发现他的面色 变得很难看 只见他 嘶嘶嘶嘶嘶地伸了一只手 向旁边指了指 而顺着手指的方向 我都望了过去 见到那个同住的车架 一直散发着淡淡的金光 而在微弱的金光光之下 我好像看到了车架的周围 慢慢聚拢了很多人 我看到之后 那头车声响 随即反应过来 那些不是人啊 那些全部都是浮屝啊 至少几十条浮屝 不知道从哪里捐出来的 慢慢地浮到车架的周围 这些浮屍逐渐聚集到车架面前 而车架上面 突然拼了一条手刮这么粗的铁锁链 将所有浮屍圈在铁锁之中 我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过这一切的确发生在眼前 这些浮屍似乎是拉紧这一架 没有马的铜车 喂 一群浮屍拖着马车 打斜向下面游下去 神算子彻底惊了 拖着我手说 喂喂喂 快点想办法啊 嘿 有办法我不会想吗 你不要搞三搞四了 我就依然努力尝试 试试可不可以从车架中走掉 只不过 这架不知道在哪里来的车 似乎有一种很难以说明的魔力 竟然怎么冲也冲不出去 神算子现在不敢说话 但他拿着我那只手 是更加用力 差点把我那只手 拿断了 而现在 几十条浮屍 全部在车架面前 拖着车架 向河底游过去 到底 他们要带我们去哪里呢 我们留下 下次再说 第五十六集 深念之光 我越来越觉得心慌 因为眼前这一幕 实在太过诡异 一大片浮屍 拖着一部不知道 哪里来的同柱马 向着河底 慢慢游下去 而我和神算子 又偏偏争脱不出来 一大被带到河底 那就更加危险了 神算子的臉 现在吓得青了 握着我的手 是都不放 拖都拖不掉 他已经紧张到极点 连东西都说不出口 那对惊恐的眼神 望来望去 我 我们 是 是不是 快来死了 喂 你不是会推算的吗 说到空有成竹 又说计算了黄金 你在哪里 你难道计算不出 有个这样的铜车架 神算子现在 后悔到死了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他那对眼 竟然还离不开 被我兜着的黄金里 这条河道的水 就不算很深 铜车架 虽然下沉得慢 但是转眼之间 已经到了河底 而铜车架 仍然山发着 美浴的金光 大河的河底 淤泥河沙飞 非常之那么厚 有些河段 河底的淤泥 可以有十丈那么深 如果铜车架 仍然这样沉下去 我和神算子 就会被带到淤泥里面 那到时就没有任何的活路了 神算子哭了口 跟我说 快点想办法 我不想死 而我完全没有时间 谁也不想死 但这种地步身不由己 就算自己的命 都完全不能自己的掌控 铜车架沉得到河底 而在这个拿命的瞬间 一直包裹着车架周围的 那个巨大气泡突然爆了 那个路马上轰一声 车架已经沉入了河底的淤泥当中 我好像感觉到一阵刺骨的寒意 气泡不见了 我又摒着气不敢呼吸 眉上眼 而神算子 仍然死死捉住我对手 我什么都看不到 但我心里不知道 今次 看怕是再劫难逃的了 而就在 这个电光火石的撒那 我想到了方田 如果我真的死了在这儿 他不会知道 以后就没有人像我那样照顾他 他又怎么活下去呢 突然之间 轰 我觉得整个身猛烟一胸 紧接着 就达到一层厚厚的沙土上面 沙土非常之厚 软绵绵的 就算搭了下去 都不会觉得痛 不知是否我的脑 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呢 因为我清晰地感觉到 周围是没有水的 我落到了一片 干燥的沙土上面 我的眼睛睁开了 第一眼就看到了 前面整百上千点 幽幽的灯火 那些灯火 纷纷沉沉地 根本没办法照出全景 我只能够看到的 是周围似乎有一个 很大 很大的空洞 神孙子 在沙土上面扭扭个身 叫了声 然后坐了起床 望了几眼 哎 这里 这里在哪里啊 喂 缩手啦 你问我我问谁啊 哎呀呀呀 我怕你出事 才一直抓住你而已 怕你被水冲走啊 神孙子 说大话的时候 面有不红 心有不跳 最终放开我话了 咦 我没有发梦啊 我们不是跟着同住车架 沉入河底的吗 喂 神孙兄啊 你不是会算的吗 解一解这里是哪里 等我们心中有底 方便找出路都好啊 哎呀呀呀 正有此意 看东西呢 只见神孙子伸手 将地上沙头抹平了 接着又从身上 掩出了三个 晶光灵灵的龟甲 他将这个龟甲 在手中拼了拼 然后扔下地 龟甲落地 就叽叽叽叽叽叽地打转 神孙子目不转睁地看着 只大望了很久 龟甲似乎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转得还是相当之快 过了阵 呆啊声 神孙子的面 马上变轻了 一伸手 将三块龟甲按住 这三块龟甲 是神孙子早传的东西来的 坚硬如铁 用了几年都没试过难 但是现在 龟甲上面出现了几条很明显的列文 哎呀 不行 神算子拿着龟甲重新收起身 抬头望着望四周围 哦 这块地方不可以算 啊 为什么不算 这个是蒙蔽天机之处 如果硬要算的话 肯定会出事 听他这么说 我都打了个突 神算子话中的意思 我听得明白 所谓蒙蔽天机之处 意思就是说 这块地方连上天都可以蒙蔽 是任谁都推演不出这里的虚实 如果一意孤行 一定要试的话 感势必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神算子是个很谨慎的人 一察觉都突然有危险 马上就收手 那他不明白 我同样都不明白 本来到了河底的啦 但脑子一闻而已 又到了一滴 一滴水都看不到的地方 那些拉车的浮屍又不见了 那部同车的车架又不见了 除了远处那些点点的灯火 就好像只剩下我和神算子两个人 我看着前方的灯光和神算子说 喂 这个地方肯定有人来过的 如果不是怎么会有这么多灯呢 而且看这些灯平时有人加灯油的 如果不是怎么会穿这么久呢 神算子要拧一拧头 然后顺着目光望过去 那对绿豆眼几乎闭成一条线了 哎呀 我的好弟弟呀 那些不是灯火光来的 车你玩东西吗 不是灯火光啊 那是什么 呃 我现在都说不是 但是肯定就不是灯火光 既然我们都到了这树了 要找出路 那就要走走看看了 我们走过去望望呢 于是我们两个呢 就重新摸索站起身 慢慢向前走走走 现在地上的沙土呢 足足有整只手掌那么厚 向前走走大概几丈远啊 沙土就越来越薄 等到走出约望十几丈一会儿 距离我最近的一盏灯火 已经在眼前了 灯火就圆空了在 离地两丈高的地方 我指着脚步迎神望过去啦 最开始的时候 我分辨不出到底是什么发光 等到望出几眼 我个脑似乎突然要爆那几 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在心头蹦蹦声蔓延开来 那里是一具被倒吊起来的尸体 头在下面脚在上面 尸体的上方 包裹着一层似乎是白石灰的东西 看上去白癌晒 有些得人镜 而更加令我觉得拿命的是 尸体的头啊 原来我和神算只望到那一盏一盏灯火 就是从尸体的头里面散发出来的 那些尸体的头好像水晶似乎透明 头颅当中有一个说白不白 说黄淫黄的光 这一阵光芒几乎顺着透明的头骨透射出来 在远处望过去 走着一盏 黑暗自动不灭的灯火 你这个 神算只望清了光芒 在从尸体的头透射出来的时候 他的面色又变 他言依呕呕指着那句被倒吊起身的尸体说 这 这个是心念之光啊 啊 什么什么 心念之光 神算只吞淡口水 跟我解释了一番 原来一个人来到世间 最后离开这个世间 身体从小到大 再从有都没有 唯一留下来的就是所谓的念 念是无形的 谁都看不到 但是就比任何人存在的时间都要长 有时候 人死了很长时间 但他留下的念是一直都不灭的 河滩老百姓口口相传 说有些人死得好怨 死得好惨 怨念好心重 他们所说的怨念 其实就是心念的一部分 所以说 人如果死了 其实只是驱壳腐朽 他生前的念是不会马上消失的 此时此刻 我们所望到的尸体头骨当中 透射出来的光 就是这个人生前没有消散的念 这种念 被一种极其元傲 而有特殊的手段激发出来 只要心念不绝 这一团光芒 就永远都不会吃 神算子又吞淡口水 没错 正如你所说 这块地方 一定还有人 那尸体的心念之光 是不会无缘无故 散发开来的 除非有高人吹动 而这块地方 就算望下去静音音 但是这些尸体的心念之光 就足以说明 这块地方一定有人 我抬头望过去 从眼前一直到圆柱 全部都是这种点点的亮光 每一点亮光 都是一具尸体 所化出来的心念之光 亮光 多到数都数不清楚 不知道有几百 还是几千 各位 那到底这块地方 又是什么地方 我们留下一次再说 第五十七集 空险万分 那一点点的心念之光 令我感觉胆战心惊 背脊都无出一阵一阵的凉气 而神算子 看法都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尸体 而且还是刀吊着的 当堂都打了冷阵 呃 我们 跟着往前走 那 那当然了 不走的话 怎么找出路呢 我拍他一句 然后望了望 被兜住的黄金利 黄金利 之前没同驻马车 搞到云头转向 现在估计醒过来了 只不过离开了水 他是担不准给花神的 不停扑来扑去 我就问 喂 神算子 黄金利会不会死的 如果死了 变臭了怎么办 你让是天灵地堡 就算死了 都不会这么快腐败的 我们现在还要找路出去才说 如果找不到出路 我们被人困死了 那条黄金利还有鬼用吗 呃 起码还可以吃了他 填一下肚子嘛 我虽然 语气有少少波难不惊 但是心中 是不停地上下翻滚 我们两个 下水都非常之仓促 随身 没有带干净的水 也没有干凉 在这里如果运累了的话 就算不饿死 都渴死了 这个地方 始终令我觉得心神不灵 脚步都走得很慢 过了很久一段时间 都只是往前 走了不够二十丈而已 而在这个时候 我们都闻到了一阵 很怪的气味 这阵味有点臭 但就不是很浓烈 只不过 那种臭是好像可以捐入人心肺当中 令我们的头脑都微微发云 神算子索索的鼻 不对路 不对路 这些是尸毒的气味 听他这么说 我都有少少害怕 做闹尸人肯定就不怕尸体 但是师父以前跟我说过 如果真的遇到了尸毒 那就要加倍小心 有多远就走多远 浮尸在一个地方沉积下来 如果时间久了 腐败得厉害的话 会非常之臭 那种估计就是世间之上 最难闻的气味 但是 尸毒和尸臭是两样东西 尸臭只是会攻你的鼻 令到你很难顶 只要有了新鲜空气 再休息一会就没事了 但是尸毒是会取人命的 神孙子掩着鼻子 另一头望着我 诶 这里附近肯定有很多尸体 很多 喂老弟 你还是不是同男之身 什么 同男之身 你这个佬是不是入了水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还问完这些东西 哎呀 不是呀 我们家族都出不去 现在的尸毒不停满然过来 哪里躲不去的 我是说童子尿啊 童子尿可以避开尸毒的气息的 哦 原来这样啊 那我都不理得那么多了 还在保命要紧 我马上撕下一块三角 就想着方便一下啦 但是今天临落河的时候 没喝多少水了 现在想说要用那个尿解手 感觉有点强人之难啊 神孙子见我都木地站在那儿 然后我骂了 喂 你干嘛鬼呢 快点啦 搞了很久 我最终还是将那块布浸湿了 分了一点点给神孙子 神孙子想都没想啊 将那块布往鼻上一掩 深深吸一口气 然后我就问 喂 刚才你说什么话 你说这里附近有很多尸体 神孙子用我给他那块尿布 掩住口和鼻 吹了头 然后我说 嗯 这些尸毒呢 毒气比较淡 但是很复杂的 不是一条尸可以散发出来的 喂老弟呀 现在我们两个 似乎是进了绝境了 但是 可能都是一场造化来的 什么事呀 造化 我硬是觉得呢 这些尸毒 肯定有人 特意整走个职尸地 职尘的尸体多了 才有这样的尸毒 尸毒万言开来 任你是大罗金 先都避不过 时间久了 死定的 呃 你的意思是说 有人拿尸毒 来守护这个地方 啊 我就是喜欢跟你这样的聪明人说话 一点就头 老弟 好好想想啦 如果这个地方 没什么珍贵的东西 又用什么浪费那么多心机 搞完那些心念之光 还有尸毒呢 肯定是为了保护些什么 说不是 是无家之宝来哦 神算子又说说说说 两条眉毛呢 流回地戳离戳离戳 那个样子啊 真是好像自己 找到了什么宝贝的那样的款 但其实 我对他说话 就不是那么在意的 现在我想的 还是早点脱身好 于是我们重新移动脚步 向前走 而又走了十几长远之后 我眼睛都直直 只见左前方的位置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深坑 深坑里面 有一层浅水 浅水里面 有一片一片的浮丝 密密麻麻浸浸在里面 但我就不怕尸体的 但我从来都没见过 那么多尸体堆在一块 只是望一眼而已 我喉咙就发痕 胃里面翻光倒海 差点吐出来 神算子在旁边的喉咙 都是上下翻动 看个样子都想吐的了 幸好 我的脑还是清晰的 一下子见到那么多的浮丝 我突然想起了 很久以前 师父跟我说过的那句话 他说 死在大河当中的人 变成了浮丝 但是并不是所有浮丝 都可以打扰上来 因为有一些浮丝 去了个 哪个都没去过的地方 难道 这里就是三眼浮丝的藏宝地 我就不敢确定 但是当我看到这些浮丝之后 我心中的感觉非常强烈 我觉得这个地方一定是三眼浮丝的藏宝地 有多少人梦寐意求 用玉顶路引出来的三眼浮丝 然后想跟着他进藏宝地 但是这么多人都没成功过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黑仔 还是走运 阴差阳错之下 竟然到了这个地方 我想到这些东西 但是不敢说出口 神算子那条小伙子 是见钱不要命的 如果告诉他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 劳斯人祖师爷国通的藏宝地 神算子估计 拼命都要找宝物 于是我拍拍他说 我们不要在那里逗留了 快走 看着那么多浮丝会发恶梦的 而神算子估计 都不想继续蹲在那里 密密麻麻的浮丝 带给人的不单只是恐惧 还有极度的恶突 我们两个兜开了大水坑 想继续往前走 但是刚提起一只脚 都还没落地 我突然看到了 水坑靠着北边边缘的地方 那些密密麻麻的浮丝 好像动了下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眼花 毕竟这个地方 只有头顶那些微光照着 水坑是有点模糊的 只不过 就在我触摸不定的时候 在最上面的几条浮丝 好像被什么掀起身似的 我的心本来就掉在喉咙钉那里了 而当我看清了几条浮丝 突然间被掀起来的时候 就更加紧张 这个大水坑是一潭死水 不起波澜的 浮丝是没可能无缘无故就这么乱动的 神酸子死死憋着水坑 喂 什么回事啊 什么回事啊 你有没有见到几条浮丝 动了下 看到 我只是来得及 说出看到两个字 因为从浮丝显临来的地方 突然标个影出来 那颗黑影非常灵活 顺着水坑突然爬到地面 而这颗影就博在水坑的边缘 好像在那儿看着我们 在我看清楚这颗影的时候 我整个人好像跌了入冰窖一样 由头亮到脚趾尾 这只这样的东西 我说不出是什么 看下去像一只猛虎 但是身又是白色的 一条毛都没有 那只猛虎的额头 原本应该有个黄字在里 但这只似虎又不似虎的东西 额头没有个黄字 只是有一只眼 当这只东西从水坑飙出来之后 我觉得周围的空气马上变得很冷 出奇的冷 冻到我全身上下打小冷振 旁边的神算子都不好得我多少 他下意识躲在我身后面 只是露出两只眼死死地望着前边 我现在身上有一把刀 就是平时用来杀猪杀羊那些刀 赤凉长呢 比较沉重 比较锋利 我直接摸出把刀 扎在手 死死和这只对峙住 对峙了片刻 这只望上去好拿命的东西突然握大把口 咬咬声叫了下 声音虽然很低沉 但是就在空旷的空洞之中不断地回荡 我现在就好像身躯之中的三文七柏都要飞出来 就是这样 我感觉到我的眼蜜都似乎要在眼眶之中不断地打转 而当神算子听到那只拿命的东西叫了声之后 他都好像顶不住了 哎呀 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呢 真的有这样的东西呢 老弟 我们两个看法今天都要归位了 各位 是什么这么厉害要搞到我们都要归位了 我们留下 下次再说